戶數的擴大從12萬戶擴張到50萬戶 當然整個預算也從57億增加到300億 那對於租金的補貼的額度 我們也做了1.2到1.8倍以上的加碼 讓補貼的家戶可以獲得更輕鬆的來支付租金 當然對於資格的放寬也在擴大 過去我們的申請資格是最低生活標準的2.5倍 我們這次把它擴大到3倍 意思也就是說在台北市家庭平均每人收入在5.6萬 或新北市4.7萬等等以下的家戶 你都可以來然後無自由住宅 你就可以來申請租金補貼 至於電力其實也有補貼